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的第三集 这次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Luminar当中导入和导出照片 以及收藏选片进行筛选的时候有关照片管理方面的操作方法 在Luminar4当中有三个位置可以导入照片 分别在顶部的菜单,工具栏的加号图标和资料库右侧的管理菜单 顶部菜单和工具栏的导入可以选择编辑单个图像导入单张照片 也可以选择添加带图像的文件夹导入整个文件夹进行编辑 资料库右侧的文件夹管理旁边有一个小加号的标志 它只可以添加整个文件夹而不能添加单张的 如果在拍摄时相机设置为同时存储了RAW和JPEG格式的文件 在文件夹批量导入之后可以通过菜单当中的试图 然后选择只显示RAW文件或者是JPEG文件 分别显示的意思是RAW和JPEG全都显示 在选择编辑的时候可以通过照片下方的格式信息和文件名称 来判断此时编辑的是哪个格式的文件 在每张照片的下方都有一个收藏的快捷方式 点击淘芯图标将照片加入到收藏家 当至少有一张照片被收藏之后 资料库右侧的管理界面就会出现一个收藏家文件夹 当积累了很多照片之后 点开收藏家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自己最喜欢的照片 当然前提是这些照片没有被移动到其他的硬盘 或者被删除 除了收藏最喜欢的照片之外 给照片增加星级平定和添加颜色标签 可以更好的管理和找到自己的作品 例如我会把自然风光添加黄色标签 城市照片添加红色标签 也可以给照片平定星级 评选的键盘快捷键是按键0到5 在拍摄了大量图片之后 一定会有一些废片完全不能要 需要删除 在图片库模式下 可以直接将照片拖入右侧管理材单当中的垃圾桶 在单一图像模式下 点击图片右下方的垃圾桶按钮 就可以直接删除了 将图片拖住垃圾桶之后 并不等于在硬盘当中删除了这张照片 只是从图片库当中移除了 如果确定这些照片不再需要 想要删掉原文件的时候 需要进入垃圾桶 点击右上角蓝色的图标清空垃圾桶 这一步的操作请慎重 当照片后期完成之后 需要导出照片 点击顶部菜单当中的文件选择导出 或者使用工具栏当中的快捷图标进行导出 批量导出照片需要进入图片库模式 按下键盘上的command键 同时用鼠标来点击选择多张照片 之后再点击导出选项 或者是快捷按钮就可以进行批量导出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 我的微信和博客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